陳志忠認罪之後引發了一連串的效應 現在陳水扁的幕僚和律師顧問團 擔心吳淑貞舊子心切 為了要促成陳志忠夫妻倆認罪協商的有效 決定和陳志忠採取一致的訴訟策略 也就是下個禮拜出庭的時候 可能會認罪坦誠不法所得 如此一來會損及到陳水扁的司法權益 這是律師團和幕僚的擔心 因為他接連帶母親發言說母親一定會出庭 這麼不尋常的坦然的態度 讓陳水扁的律師顧問團還有幕僚心理直發毛 他們認為研判 吳淑貞和陳志忠母子兩感情很親近 甚至吳淑貞對兒子在感情上的依賴很深 所以出現了這微妙的變化 那麼1月21號陳志忠認罪 接著吳淑貞在採取行動 再聘了兩個律師林志忠跟陳國華 面對司法的態度積極轉趨 積極認為他們兩個已經有一致的訴訟路線 要以舊陳志忠夫妻倆為主要的目標 因此擔心吳淑貞會當庭認罪之後 那麼恐怕會對於陳水扁那麼有不利的影響 接著我們就帶您來看 陳水扁的律師鄭文龍又怎麼說呢 那麼到了扁辦只待了10分鐘 對於陳志忠黃二進兩個人的認罪協商 他說呢他不知道他們兩個人在想什麼 陳水扁被護律師鄭文龍低調打算 從停車場進入扁辦開會 被媒體賭個正著 對於致敬認罪協商 吳淑貞律師李盛雄已經打退堂鼓 鄭文龍難道不受到影響嗎 會讓您打退堂鼓這樣子會嗎 不會啦不會啦不會啦 還要堅持下去嗎 不會啦 鄭文龍斬定結結結說不會受到影響 只是致敬的認罪協商對陳水扁來說 是共同利益還是利益衝突 鄭文龍可是沒把握 就辯護人的角度 我們會希望說兼顧到家人的共同利益 盡可能去這樣主張 比如說認罪的範圍到哪裡 現在都不清楚啦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說他們在想什麼 那策略是怎樣 那我就不變評論 一下之一就是不認同致敬的認罪協商 而如今最要緊的 可是要先幫陳水扁脫離台北看守所 陳前總統管理博物基押會 所支出的2700萬的部分是供訴不實 認為陳前總統供訴不實 那當作生涯理由 但是我們後來發閱見之後發現說 陳前總統的供訴都實在 我們認為說這是一個嚴重的不實的生涯的理由 我們要把這個實際的情況做一個呈報給華燕 貶律師團步步為營 一方面要因應怨檢出招 另一方面還得面對貶家自家律師不同策略 可說是相當難為 中天新聞李文斌 顏冠德台北綜合報導